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台北股市漲了148點 很多同學都在想 老師 我怎麼感覺今天台北股市跌 因為今天電子股好像只有台積電在漲 台積電又占上了800塊以上 看一下今天大盤 今天大盤是開高震盪震盪走高 很多同學都在想 老師不對 電子股很多在跌 IP股還在跌 你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是開高震盪走高 老師內資說高利 上看8001000的 你聽一聽就好了 老師那個雙紅 外資說看多少 水冷發威 外資上看900 同學 小心埋在最高點 我大概只能講到這裡 今天母親節 老師得到第一手消息 老師真的嗎 會員都聽好 有一檔全新的標股 或許你手上已經有了 或許你手上沒有 這一檔股票 可能漲的會比吉茂還多 老師那個吉茂今天跌停板了 拜託 拜託 你看一下 吉茂二十幾塊告訴你 年金漲到80塊了 你還要怎樣 二十幾塊漲到80塊了 對不對 我沒有叫你再買啊 跌停板剛剛好而已啦 拜託二十幾塊買的 你還不下車喔 你還在追喔 好 這裡有一檔股票 搞不好將來標起來 比吉茂還凶 五成一倍沒有問題 老師真的嗎 真的嗎 對不對 加賴就知道真的假的啦 那會員都聽好 這一檔股票 老師現在十足的把握 十足的信心 會漲 會漲很多很多很多 我先告訴各位同學 我們講的都是講未來 過去都已經過去了 對不對 艾普從140塊到555 未來怎麼動 我也會交代 然後四星人不能買 我也會交代 對不對 我在這裡來看一下 外資又對坐嘛 說一套做一套嘛 調升平等卻一路賣嘛 對不對 昨天台股跌139點 外資賣207億嘛 老師很奇怪 外資上看5000 上看4800 結果從4500多跌到2500 今天還在跌 我的老師又在加碼又在加碼 你要加幾次啊 你們家開銀行的是不是 我們家不是開銀行的 我們這一檔股票 每一次進出都輸 都贏啦 只有前天 昨天吧 昨天輸我也有講 為什麼我們要資金退出 當沖跟搶 當沖跟搶銀行一樣嘛 對不對 搶到我也要跑嘛 搶不到我也要跑 不跑就套牢 就關起來 被警察抓去 關起來 關起來 昨天不賣你看一下今天呢 今天又跌75塊 你昨天不賣啊 昨天你不賣今天又跌75塊 看一下止跌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止跌沒有啊 外資不是說上看4000 8000 5000嗎 那外資為什麼天天在賣 今天還在賣 你看啊 它五日線月線都過不去啊 那你看一下 你不覺得創意月線已經過去了 指標背離了 創意今天沒跌 禮拜一會不會漲停 假的 好不好 我跟你講創意最強嘛 老師那艾浦 那個台灣摩根狂買啊 但是摩根大通狂賣啊 我待會給你看一下是不是狂賣 老師那個資源啊 扶不起的阿斗 每天跌啊 老師今天 今天威盛啊 打到跌停了 又拉上來 我們今天 有一個同學 有一個會員 跌停板去買威盛啊 尾盤把它沖掉 又賺錢 同學 我知道很久沒賺到錢了對不對 我告訴你全新的標股 好 我先把這一檔股票在這裡 跟各位投資朋友報告 你加LINE以後我也會寫 你知道關股 ETF 你們大家都在講那個ETF 000940 00934,00938,00 socket 1000 milk 有一些關股的ETF 它要把一檔股票納入 這一檔股票 他第一季赚的钱 比去年同期 多大概四到五倍 这档股票 最近有特定的人一直在买 他刚刚好在底部 刚要起涨而已 刚好 刚好要起涨 刚好 加10Maker 加10Maker刚好要涨 绝对不是涨了三支涨停板 我才叫你买 绝对不是 他在底部刚要起来 你看我就相信了 对不对 同学 我是不是在这里 急吗 我是不是告诉你 对不对 我告诉你的时候28块 已经涨到80块了 我不是叫你去追急吗 我是跟你讲 有一档股票 全新的 全新的标股开放所趋 会员 也要知道 那我会写在这里面 我会写在这里面 那搞不好礼拜一会大涨 会涨停 因为全新的 大家都不知道 那或许涨停以后 就会有人介绍 原来官股的ETF 我告诉你官股的ETF跟所谓的这个 投信发行的ETF不一样 官股 那你要知道官股有多少钱可以买 那官股买了 那你会知道会带动谁吗 官股买 那投信也会跟着买 自营商会跟着买 外资也会跟着买 同学 你要不要 开放所取 好不好 都还没涨 真的都还没涨 如果已经涨很多了 我也不敢叫你买 因为这事关钟祥老师的名誉 对不对 如果已经 我先给你 开放所取 然后你看一下 他是不是都在休息 都在整理 而且阻力刚刚开始进来 因为前面可能有一些阻力 有跑掉 但是现在阻力刚刚开始进来 好不好 同学 那上权 我们已经卖掉了对不对 但是能不能买回来 阻力筹码有没有再进来 上权第一季赔钱嘛 第二季呢 第二季搞不好大赚 所以我们先卖掉 我们赚钱卖掉嘛 那能不能买回来 红海会不会到200 红准会不会到100 你都想知道嘛 对不对 假的 我告诉你 今天红海外资还在卖 但是红准 投信跟外资都小买 买不多 老师为什么买不多 买几百张而已 因为 because of 他什么时候要发动 很多同学都在想 老师 那个预创亏损 预创亏损 听说要发私募 现金增值 面额是10块 我跟你讲现金增值 现金增值是什么意思 就是像譬如说 资源现金增值就是310块 今天资源满可怜 已经跌到273了 对不对 资源的现金增值310块 他已经跌破现金增值了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 预创今天被拉上来 他现金增值会多少钱 他第一季赔钱 现金增值以后 长黄银行贷款以后 会不会涨停涨停涨停 那如果粉丝的话 这支股票或许你有 或许你没有 礼拜一我要开始发动 为什么 要关股券商要买 对不对 所以同学 我在这里有教你技术分析 我下半场要回来 跟你谈一谈贝离 什么叫贝离 你知道吗 来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不好 来看一下今天的爱普 老师爱普破底 前波低点345跌破了 有没有看到 最低点345跌破了 对不对 我问你 这里低点比这里低的 跌破了 跌破以后那指标 是不是这里KD没有跌破 那MACD也没有跌破 老师这个叫贝离 老师那你技术分析里面 会不会写 会不会写 会 老师这个技术分析 这本书 来参加的同学 我们都会免费证售 但是说实在 你看会觉得很烦 老师以后在这里 把这个技术分析 也会在这里 弄一个所谓的课程 让你了解 好 这些都讲完了 要进广告了 对不对 老师 四星能不能买 创意 礼拜一买会不会 当冲会不会涨停板 老师 那个爱普会怎么走 这样呢 我跟你讲 关股 关股 关股ETF 那就不是小 那就不是小case了 那会有很多资金来买 来买这一档股票 容我卖个关子 因为我打算 母亲节要送给你嘛 母亲节过后 涨停板 同学 你要不要 赶快打电话进来 赶快打电话进来 从小老师讲的 绝对有 如果打电话进来 我答不出是哪一支 我讲不出来是哪一支 同学 你马上电话挂掉 他骂我 我告诉你 你打电话进来是一定有 因为关股 券商的 关股的ETF 要发行这一档 大概有八档 但是最漂亮的是这一档 我下半场再回来 告诉你 哪一些股票 母亲节过后 会开始喷猪 谢谢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绩效 华众取权 第三 所有股票 待尽一定待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贯通国际 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贯通国际头顾 诚信至上 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 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绩效 华众取权 第三 所有股票 待尽一定待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贯通国际 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这母亲节一定好好过一下 过完之后要准备开始赚大钱 来看一下给你看一下 好不好同学 三档关股ETF 本周成分股 增山股大半峰 三档 关股的 只能告诉你那么多 因为你打电话进来 我会告诉你更详细 哪一些被删除 哪一些被列入 被列入以后 会有多少钱去买它 我告诉你会开始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告诉你说 世新我们昨天停损 对不对 今天继续跌 跌75块 如果不停损的话 你一张又差7万5 十张又差75万 同学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对不对 老师那为什么创意不会跌 创意 盘后试错还 他有什么利夺吗 老师他业绩不好 他有什么利多吗 人家不知道的吗 老师你在这里告诉我 艾普今天背离 我告诉你 尾盘有613张 谁在买 有量 我告诉你 是不是这个低点跌破这个低点 量一定要比它大 对不对 量要比昨天大 昨天的成交量多少 昨天的成交量是3980张 今天成交量是4534张 对不对 背离了 好 那我就把这些股票 要我的筹码分析跟你讲一下 我们也不用坐教 也不用负法律责任 反正我跟你讲 关股ETF的故事 来我们看一下筹码 来看一下 券商进出表 主力选股券商 来看一下 好 你注意看 来我们看3661 3661 美商高盛有在买 台湾摩根有在买 但是 发银巴黎 还卖蛮多的 所以OK 我们去看一看就好了 来 我们再来看3443 瑞银买 美商高盛买 摩根大通买 台湾摩根买 那买的成本是多少 1275就是平板 这个买1280 老师 业绩不好 他为什么买那么多涨 后面是不是有什么故事 是不是突然会涨停 我不知道 我跟你讲 你看 IP股每一档都破底 他没有破底 他还守在 这个跳空涨停的这个位置 老师 他是不是要再拉一根涨停 涨停板更爽 他是台积电的 业绩不好我知道 营收不好我知道 但是 老师 台积电那个 苹果啊 苹果听说 听说 要给台积电做 老师 会不会有什么订单 突然这样灌进来 我们知道 再来看一下 继续看一下 去6531的爱卜 台湾摩根又买了700多张 美商高盛买了500多张 摩根大通一直在卖 你看一下 摩根大通在这里卖 倒垃圾一样 啪啪啪啪 倒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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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看 今天没卖了 好像有点玄机 对不对 他们买的成本是多少 343 大概收盘价 台湾摩根 看一下台湾摩根 老师 台湾摩根越买越多 老师已经背离了 礼拜一会不会涨停板 老师 越买越多 好 同学看到没有 我没有骗你 是不是越买越多 今天买了700多张 那美商高盛呢 老师 美商高盛前三天在卖 今天在买 今天买了多少 今天买了500张 对不对 买了500张 对不对 好 看到 美龄 老师美龄开始也在买了 好 这也不用跟你讲太多了 如果不会涨的股票 这个人家买1万张也不会涨 好 重点 我不是告诉你全新的标股 对不对 我们从来不用立刻白黄色贴纸 哎呦 这里遮起来了 哎呦 这里遮起来了 不给你看了 涨上来就跟你讲 你看就是这一档 就是这一档 哎 为什么要玩这种游戏 投顾业 为什么让人家在这里 不太爽的原因就是 涨跌你也不敢讲 对不对 每天在那边 就讲一些 你看我过去的 你看我过去 我要谈的是未来 好不好 同学我要谈的是未来 再来我们继续看下去 还没有什么股票 券商进出嘛 对不对 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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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摩根大通买了两百零九张 台湾摩根买了两百七十五张 花季环球买了一百二十几张 美商高盛买了一百八十几张 够不够不够 不够 所以一两百张怎么够 够一百一千张就涨停板 一两百张不够 所以我在这里告诉你 一两百张真的不够 但是老师 你知道一些什么 对不对 全新标股 开放索取 那官股的ETF 那就跟普通的 00939 00940 那个都不太一样 00939 00940 老师那个资金也很大 那个资金也有几百亿 几百亿几千亿 官股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官股 官股你要知道 官股就算我只有两百亿 我问你 我是官股的ETF 我只有两百亿官股去买 外资要不要膨胀 官股要买我一定要买 搞不好外资就买五百亿 哎呦 自营商 官股要买喔 不得了啊 干爹啦 马上一千亿 官股要买喔 不得了啦 干爹 投信 投信也会开始把他纳入什么 选股标准 因为投信都没有嘛 对不对 官股要买 来 给你看一下 买买一下 用纹的啦 用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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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纹的就好啦 用纹的就好啦 官股 官股 对不对 三党官股位的ETF 本周调整成分股 增三股大班丰 他要剔除什么你知道 我先念给你听 他要剔除什么 他要剔除 他要剔除台塑南亚 因为台塑南亚 这个塑胶股最近不太动 他要把台塑南亚剔除 葡萄王南地 对不对 他连联发科都要剔除掉 老师官股 为什么要剔除联发科 因为联发科太贵了 已经到一千多块了 他现在要买低的 而且业绩非常好的 这个00728 照一下00728 有没有看到 第一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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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定这档股票你有 说不定你没有 你有 可以来现股当中 你没有 可以买基本值股 张 无称我会告诉你哪一支 所以同学 加拉 加拉 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 盘前抽码分析也会告诉你 外资说一套做一套 外资这个就不要太相信太多了 外资不要相信太多 外资讲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目标价 你就不要相信太多了 所以同学 加拉 把钱准备好 老师我已经有了 老师我打电话进来 结果你们那个助理跟我讲这支股票我已经有了 没有关系 你有你就续报 老师我已经有我要加码 可以 老师我已经有了我要做现股当中 可以 全部由你自己决定 这不是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要钱 把它汇到他们的什么指定账号 没有 在你自己的账号买 赚钱是你自己赚的 谁都没有办法拿去 所以同学 加拉 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 在低档开始要起涨 低档开始要起涨 关股ETF 00728 仗停板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